他宣布当天声量暴增5倍 这个可以想象得到 侯友宜怎么办 还是伦老师啦 然后赖清德是在社群的活跃度是夺冠 因为赖清德其实他也默默的 一步一脚印在那边经营他的YT啦 他的IG啦等等的这些 然后所以慢慢慢慢慢慢 其实他的活跃度跟这个网友的互动 是高的哦 好那这个荣泰创数据呢 他也分析出来说 克文哲虽然在脸书的粉丝数最多 因为他最早他最早踏入这个网络的 这一个经营这一块 近期脸书表现却比其他三位候选人还要差 他就有列出一些数据啦 好那现在号召郭台铭这个 响应郭台铭要组在野大联盟的 也包括了之前四年前为了挺韩国瑜啊 不是为了挺郭台铭啊 他要排全裸血针捐板碎的田蛙 有没有他也出现了再度出现 四年出现一次 感谢老天爷啊 郭台铭出来的 他要挺郭台铭 而且他点名柯文哲认为说你们应该要 赶快谈一谈好表态好 然后可是呢也有很多这个民众啦 就认为说 开呛 欸你的诚信啦 关公在上 你当初是怎么承诺国民党的 然后也有很多人向他说 怎么样有钱要当大爷是不是 我告诉你选总统可不是有钱就办得到的 来 我跟你讲第一个 我看到这位田蛙小姐要拍全裸捐板碎挺郭台铭 她说感谢老天爷我的讲法是我的老天爷啊 先不要先不要 不要冲动 田蛙姐姐不要冲动 冷静冷静 郭董已经结婚了不要冲动 而且姐姐两次 这不要冲动 另外我讲街头民众呛郭董 郭董心中一点都不会受伤 他心里有答案 你说我没有诚信 侯友宜有吗 柯文哲有吗 我们三个都没有至少我有钱 对不对 有道理 就这么呛就好了 反正我们都没诚信 没诚信是我们的标配你知道吗 没诚信是我们三个人的标准配备 至少我在标准配备之外 我还升级我有钱 柯文哲有吗 侯友宜有吗 对不对 你说我没有信用 侯友宜的岁月静好 现在变成什么都好 有信用吗 柯文哲 这根本不用讲了 柯文哲的这个所谓有没有诚信 我想大家可以公平 所以郭台铭一句话就回去了 没诚信是我们三个人的标配 我们马起三兄弟的标配 如果有诚信 这一局都不要想选了 我们就是因为都有这一个标配 没有诚信 可是我有钱 我有事 我有权 我敢说yes I do 对不对 我敢说yes please 他们敢说吗 他们都不敢讲 侯友宜敢不敢说 我文化大学那些宿舍 我全部捐给文化大学免费住宿 yes please yes I do 侯友宜说我在笑 我才不要了对不对 选不上我还要当新北市长 所以我才说 这些人去呛这个郭台铭 没有道理啦 没有道理啦 你支持的人 你问问看你的老板有诚信吗 你觉得他们三个人到最后会怎么样 三个人啊 到底合不合得起来啊 三个人一定会喝咖啡 一定会喝咖啡 但是喝咖啡绝对不会讨论 什么整合 都在讨论这咖啡什么品牌 这一杯多少钱 这哪里买的 下次我家里好的咖啡带给你喝 喝完咖啡之后 聊些言不及意了 永远就咖啡谈咖啡 绝对不会谈到合并整合 或者谁当政谁当副 我一直在讲 为什么这三个整合不起来 我这次不是开玩笑 我前面都开玩笑 我讲正经的 这三个人没有共同的国家意识 这是最严重的 柯文哲的国家意识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搞得懂 没有人搞得懂 侯友宜国家意识 合乎宪法的九二共识 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 那郭台铭呢 保卫中海民国啊 金门和平协议 这三个人的国家共识一样吗 国家共识不一样 怎么整合嘛 所以整合是共识的整合 而不是势力的整合 势力的整合那叫什么 那叫分赃 那叫分赃 我当老大 我选上 你当行政院长 你当副总统 这叫分赃 对我觉得他们就算坐下来谈 然后瞧出一个可以组合的方式 我觉得很多选民也会觉得 所以你们就在分配了嘛 就是分赃 这选民不会接受 你们三个人的共识先整合 再喝咖啡 没有共识喝咖啡 永远就咖啡谈咖啡 调不出任何是非 我想请问一下原资 就是说国民党也在那边撂狠话 不可以去联署 否则我们走着瞧 那如果还是真的有人去联署的话 党会怎样 这超烂 你都想走着瞧嘛 其实我昨天有去探讯一下 中文桥打路打架打输都说 我们走着瞧 下次就不要让我遇到 他一游走就说联署就开除啊 对啊 会处理吗 怎么处理 因为我们是个法治政党啦 所以到底怎么做不知道啦 但是昨天党部是有采取比较硬的态度 你看他第一时间新闻稿也是蛮硬的 第一一开始告诉你说极度遗憾 然后再来就是说 郭台铭怎么可以违背关公的精神 第三个就是 党员如果要跟他在一起的话 党器处分 其实这我看过 国民党最硬的一个态度了 然后昨天就是没有狠话 然后没有实际动作 那大家也不敢了啊 对不对 你看那个周典论 昨天马上就跳出来讲说 我不会帮郭台铭联署 这个我可以讲一下 因为上个礼拜 我赖清德来万华 然后呢 我们万华区里长联谊会的会长 是国民党籍 以前曾经是国民党立委 明代办公室的助理 也是现身出来 亲自接待赖清德 但是在那一天 接待之前呢 我们这个万华区的国民党党部 也是有发公告声明 说就是呼吁 我们这个国民党党籍的里长 切勿和赖清德碰面 如果有相关情事 党纪处理绝不宽带 结果他还是碰面啊 结果大家还是都出来了 大家还是都出来了 然后呢 事后目前是没有听说 什么党纪处理 所以国民党是法治政党 这个我非常了解 这个这件事我是觉得蛮硬的 因为我昨天问他 然后包括像周典论 我刚刚讲嘛 对不对 他女儿周梦荣 现在是中常委 周梦荣如果敢怎么样的话 我昨天听说 周梦荣中常委都可能被拔掉 中常委都可能被拔掉 那其他的那些议长 如果要去帮 有敢公开的啦 地下的话抓不到 没办法 如果公开的话 到最后全都地下啦 国民党每次都话讲狠狠 到最后能处理的 敢处理的 只有于北辰跟李正浩 但是那个实际 我觉得其实国民党 昨天那个态度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呢 他之前暧昧不明 这倒是真的 坦白说之前暧昧不明 让我们也很难做事 我们也搞不清楚说 现在对郭台铭的态度 到底是要战还是要合 你倒整合还是要边缘化他 这两个基本上战术 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要边缘化他的话 就是要把他形容成说 你看你看你看 四年前就被他耍过一次 这次又被他耍 这是四年来一次 难道是 真的这样论月吗 要嘛就是边缘化 要嘛又是整合 整合就说 哎呀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喝咖啡聊是非 两个战术不一样 那昨天党部就很明确 画一条线 那可是昨天党部的态度 比较清楚 而且蛮强硬的 为什么你今天 在节目上面 对郭台铭还是相当的温柔 我没有啊 我刚刚已经 我跟你讲嘛 就是说 其实郭台铭 本来他的逻辑就怪怪了 因为他是说 他要整合大家 对 那整合你也不见得 你要连署啊 你其实你站出来 你跟柯跟猴 你都 不是听说他们才 前一段时间才见过面吗 对 对不对 那你见过面 你就站在老大哥 大哥的角度 就说你们两个 聊一下聊一下聊一下 为了国家好 为了设计 你们两个就配一配 对不对 你可以站在那个高度嘛 你可以 你可以做这个事情啊 你为什么非要参选 郭台铭跟侯友宜说 前天有见面 听说有见到面 但是两个有约定说 讲什么不对外讲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很愉快 我猜啦 应该是他愉快 所以我隔天来宣布参选 否则为什么国民党 忽然变这么硬嘛 可能也是两个没有讲好嘛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虽然说我们党部 现在比较硬 可是我们支持者很冷淡 昨天我一直在看 我们内部的群组 大家对于郭台铭 这个事情 有没有非常生气 没看到几个骂他的 有一些在骂他 但是大部分人 对这个事情没什么感觉 好像本来就想说 今天这个事情会发生 所以也没有特别的情绪 那反而就是说 郭台铭他 因为他是有史以来 最有钱的参选人 大家把话题围绕在 我看到很多人 在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只要 昨天郭台铭 反正郭台铭 现在参加什么造势场合 只要一出现嘛 网友就会讲说 我爸来我爸来我爸来 然后刚刚讲那个 土条45万对不对 我就看到网友在骂 什么可以用钱收买 正义在哪里 然后诚信在哪里 联系方式又在哪里 联系方式在哪里 这比较务实 所以每个人其实就是因为 在用一个比较有趣的角度 在看这个事 倒是没有说 对他有什么仇恨感 我是在我们内部群组 是没有发现什么仇恨感 我来解答刚才佩颖讲说 为什么那个里长去参加 没有被党继组分 因为我当过主委 笑到流泪 我没有考机会 就是里长去参加 这些造势场合 他只要穿的是里长的背心 不处分 他代表的是市政府 如果他穿的是党部的背心 什么常委 什么就要处分 废话 那国民党到最后 没有办法处理任何一个人 所以国民党是相当有制度的政党 然后像郭台铭这个场合 也有解套的方式 上台跟在台下两回事 上台叫站台 台下叫经过 那是不会处分的 这是叶明智有示范的吗 对 这真的 这真的 郭董开讲 我只是听演讲 对对对 所以这是台下 台下 台下路过 台下路过 我只是路过 上面是谁 我完全不知道 那他叫我 所以我有名 对 我并没有跟他联系 说的也是 对 所以国民党已经 讲得很狠 他如果讲了说 只要出现在郭台铭的场合 一律开除 绝不宽怠 那就完了 去看看 对 然后开始就有人 真的去去看看 没事 对 各位我没事 不要穿背心就好 所以大家就上 兄弟们上吧 郭台铭就是看穿了 国民党的这个 严肃的这个纪律 所以郭台铭 也知道怎么说 严肃的纪律 对 所以一定很多国民党 这是谁 联系方式在哪里